幼儿园小朋友表演鸡肉饭舞 可爱的模样赢得现场观众喝彩 来宾分别端出鸡肉饭的食材模型 放入大碗中揭开活动序幕 也勾起了在地人的童年记忆 展览将当地人最熟悉的嘉义鸡肉饭 带到嘉义市博物馆内 展出火鸡肉饭的绅士背景 美味秘诀与人情故事 及65间火鸡肉饭专卖店家地图等 让观众大开眼界 对火鸡肉饭文史故事有更深入的了解 今天藉由特展 我们把这个故事也运用了许多的科技 运用了许多每一个人的心得 大家一起来分享 每一碗鸡肉饭都代表我们业者 代表每一个人满满的心 满满的温暖跟温度 从历史的角度 那我们从图片还有互动的方式 知道是火鸡的由来 那也可以知道每个不同的店家 那还有每个店家不同的做法 还有最早在制作火鸡肉饭的器具 然后是怎么来的 市长黄敏慧表示 嘉义火鸡肉饭就是美味实在的代表 这一小碗庶民美食 不仅是填饱味蕾的吃食 更是嘉义人回忆的温度 新厂两台电视柳烟旬方雅贤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